主播新世代台中大未來 歡迎觀眾朋友收看今天的節目 日前北捷發生這個隨機殺人事件 造成人心惶惶 也讓台中市是大家都覺得說很緊張 因為這BRT公車是即將上路了 那台中市政府到底是有沒有做好相關的準備呢 今天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到台中市市警大大隊長 鄧學鑫鄧大隊長來跟我們聊聊 大隊長好 您好 你知道這個北捷這件事件真的是震驚全台 那這個事件發生之後其實很多人在搭乘這個公共運輸都心中都會有陰影 神怕自己也碰上這種突如其來這種事件真的是很害怕 我們台中市目前有發生過像這樣類似案件嗎 那在台中就有事件 5月21號當天晚上我們就接到交通局給我們通知 有一個民眾他希望說交通局把這個BRT的工程暫停下來 讓他做一個實際模擬劇中反派角色 執行破壞計畫以後致敬的這個畫面跟劇情 那接到這個通知之後我們當然也相當的緊張 對啊 因為剛發生過嘛 那所以我們就很快速的就想盡各種辦法 我們查到這一個陳情者 結果他是一個比較有一點精神障礙的一個年成的朋友 那後來我們也告訴他們的家長這個狀況 然後接著隔天又有一件是一個謝姓的一個保全員 他是在我們大甲這個地區 那他在網路上留言說他是鄭姐是他的偶像 然後他要開始要計畫要殺死外勞 然後地點就準備在集散外勞最多的第一廣場這個地方 那他已經準備好了汽油膽 我們接到這個訊息 這個網路留言我們嚇了一跳 那因為在這個風頭上面 我們很擔心會有這些狀況的發生 對 所以說我們就找了轄區大甲還有一分局 因為一廣市一中市一分局的轄區 那還有我們把我們一個科針組 就專門偵辦網路犯罪的一個專業的單位 就找過來成立一個專業的小組 然後我們透過我們的偵查的作為 很快速的在當天凌晨的三點多 我們找到了這個謝星的這一個保全人員 結果他講說他因為過去高中的時候 有兩部腳踏車被外勞的時候偷走 再來他在看到菲律賓開槍射殺我們漁民的時候 他相當的氣憤 然後最近又看到這些發生的事件 讓他對這個外勞 積怨已久就對了 對對對對 其實他只是一個發洩的現象而已 但是他不曉得說 這個動作已經構成了刑法 155條之一 這個恐嚇公眾罪 那我們也把它訓問完了以後 就移送立檢署 那目前這個案子也很快速已經起訴了 不管是對這個外勞 或是對就是社會現象有什麼樣就是 不滿的心態 其實危及他人的安全來講 這一點真的是不可以仿效 不過在台中發生這麼多仿效事件當中 有專家學者就提出 鄭潔可能是因為就是太沉迷這個電動玩具 就暴力式的電動玩具或漫畫書當中 才會有這種就是現實跟虛擬混淆搞不清楚的狀況 那市警局這邊是不是也開始研究說 相關的暴力漫畫書 來作為這個案情分析的一個脈絡呢 是的 是的 因為在這些網路的世界裡面 電玩世界裡面有很多 都類似這種情節的 一些暴力的一些攻擊的行為 或者說暗殺搶奪恐嚇這些手法 那其實到案了以後 有一些案件我們在偵查過程裡面也有發現說 也有不少案例是因為在電視上面 或者網路上面有看到這些動漫 或者電網情節受影響 那因此我們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未以籌碼 我們希望說能夠防範以未然 所以我們要求我們的偵查組 專管這個犯罪偵查的偵查組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我們的課程組 網路偵查這個部分 他們做不定時的在網路上面做一些搜尋 然後也找這些動漫或電玩來做研究 看看有沒有說有一些些 會有這種影響的這種情節發生 那也讓我們當成我們在偵查 那我們臺灣市政府對於像這樣子 公共安全的方面有沒有一套標準的 這個處置的流程呢 有的 包括發生狀況的這個處理 還有這些房儲都有 萬一有這種狀況發生的時候 當然從現場的封守 交通的管制 傷患的救助 一些通報協調 包括消防局 衛生局 然後後續的部分 我們的偵查的部分 收證的部分 這個都有一套標準的作業程序 那我們也都把這些程序 也都發送給各單位 他們來做一個參考 來做一個辦理 我們好像也會就是不定時的 舉辦相關的這個模擬危機處理 來訓練遠景的這個應變能力對不對 我們當然不需要發聲 但是總是要有所準備 但是以目前來講 我們比較在意的是 有一些讓民眾能夠安心的一些作為跟動作 比如說針對這一些車站 高鐵 或者機場 這些公眾 大眾出入這個場所 我們加強我們的巡邏 提高我們的見景率 讓民眾知道說 警察很注意這一塊 警察在保護著我們 對 那民眾能夠安心這樣子 是 那另外您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演練這個部分 我們台中市有一個快打部隊 就是快速處理世界的一個編組 就是把分局裡面的交通分隊 警備隊 派出所 還有加上我們警察局的保大 我們的刑大做一個編組 就是說我們隨時隨地 大概每一個分局 在五分鐘到八分鐘之內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 把這個編組的人可以抵達到現場去 類似像這種案子的話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在五分鐘以內 就有我們的同仁可以到現場來做處理 那這些同仁平常就是 根據我們原來規劃的 這些SOP 他們會做很有效的做一個處理 那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事件之後 我們都有在做過一些演練跟做政策 透過快速的人力整合 可以快速的達到危機處理的現場 然後來解除危機 保護民眾的安全 是 不過我們也知道台中真的是交通非常便利 尤其6月28號之後 這個BRT快捷巴士又即將上路了 那麼相信這個公共運輸的安全 還是民眾所注意的 我們先進一段VCR BRT快捷巴士即將上路 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隊 正式成立第三中隊 專責BRT安全維護及執法 26號上午副市長徐忠雄 親自主持接牌儀式 接牌 今天這個接牌非常有特殊的意義 也就是一個台中縣市合併之後 我們發展的一個新的一個製造 一個配套 就是說我們需要檢驗 當然 檢驗 這是現在目前的檢驗大隊 檢驗中隊 第三中隊其實就要成功 應該是檢驗中隊 在我們 而且我自己感覺到台中的市民的善養 跟溫和 其實我們是一倍萬利的一個裝備 因應像台北 檢驗這個政節的事件的部分 我們有最好的準備 我們有做很多的副案 那如果說突發狀況 因為我們的BRT 我們車站可以隨時停靠路邊 我們有三個出入口 我們同時車上有四具的監視系統 車外有六具的監視系統 可以完成的掌握 希望能夠把這種事情 預防做宣導 我們希望不要發生像北傑這種悲劇 由於BRT是台中市第一條大眾運輸系統 設有專用道 但因為民眾還是很陌生 在不知情的狀況下 常常不小心誤闖 最近交警大隊也將針對這樣的情況 開力勸導單 初期的話會在宣導部分特別加強 勸導部分特別加強 那執法取締的部分 我們會來試狀況 那大致上我們這個工作已經籌備很久 我們相信可以很順利的圓滿 當然我們有決心的信心 可以把台灣大道上面的BRT 相關的把它做好 北傑事件記憶猶新 大眾運輸工具行使安全備受關注 台中市特別成立專責單位 在維護BRT運行順暢之餘 也保護乘車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九軍台中採訪報導 剛剛從影片當中可以看到 我們台中市已經順利成立這個第三中隊 是不是請大隊長跟我們分析解釋一下說 這個第三中隊成立的一個目的 跟它所負責的範圍是什麼 這一個中隊它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為了維護這個BRT的安全 那當然它包括了這個交通的順暢 以及違規的這個取締 還有臨時如果有融賽的時候 它也要做一個輸出 那除了說第三中隊的這個成立之後 因為現在BRT目前還只是在6月28號 市營運 那目前現在這個工作大概是什麼 有哪些呢 市營運可能要到7月底以後 但是我們不能夠等到正式上路以後 才開始來做這個工作 那所以說整個這個安全維護的工作 我們要怎麼樣自己有所應變 自我保護呢 是的 像類似這種案件的話 第一個你一定要冷靜沉著下來 找到最有力的位置 然後你一定要做一個必要的一個防護 或者說大聲來喝止它 喝止 然後做適當的這個反應 也請我們同車的這個乘客來幫忙 那這個車子都有一些這個警示的這個設備 都同時可以通知這個駕駛 那雖然這個當中沒有辦法停 但是這個通訊目前是無語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另外在我們其實我們要藉這個機會 就是說整個安全一定要靠大家 如果說有發現有異常的狀況的話 就請這個民眾 能夠直接來跟我們來做聯絡 所以說就是自己也要自我保護 先上車之後了解說 基本的逃生出入口在哪邊 然後警示燈在哪邊 然後是不是還要適當運用手邊的東西 隨身物品來保護自己 是是 因為你這些狀況大概都是蠻急迫的 你比如說手上有皮包 對 或者說 書包 書包 雨傘 雨傘 這個都是很好自我防衛這個器材 這個都可以充分的運用 所以就像大理長剛剛講的 真的要時時的提高警覺 因為我們不知道說 身邊的人何時會出現說 這種不穩定的狀態 你只有保護自己才能夠讓大家 就是聯合大家的力量 然後獲得人身的安全這樣子 是的 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北傑這個案件發生之後 我們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所以也聯繫了像衛生局 他們針對有一些 比如說有這些在精神上面有問題的 也提醒他們去做探視 做關懷或者說這個醫療 另外也含請社會局 針對比如說這些在外遊民這些 他們能夠多去關心他 那有狀況的話 也希望他能告訴我們 那我們也要求我們轄區的派出所 能夠針對我們常常碰到的 或者說他們所要清查他們轄區裡面 有這一些高風險的這個族群 對 能夠加以做一個列管 一個關注 是的 那很多女孩子就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去學防身術啊 道理長覺得呢 這個我認為啦 這個是要比較長期性來看 也不是非一朝一夕啊 那平常其實你只要你的警覺性夠的話 你即使做呼救求援的話 我想就應該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警察局這邊好像在寒暑假的部分 也會開設這種防身術的研習引來提供我們婦女朋友 或者是說像一些國小學童來進行基本的防身學習 是的 是的 像這一些比如說 包括我們學校這些年輕朋友 或者小朋友有興趣的話 我們都很樂意 那另外比如說有社區裡面 有社區裡面的朋友 居民有需要的話 我們的富幼隊 我們的少年隊 都願意來提供這一方面的服務 沒問題的 像剛剛有提到這個BRT在7月份要試營運嘛 那是不是在這段期間之內 其實有一些規則還是要制定出來讓民眾知道的 是的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專用到一個使用權 所以說其他的車輛不能來使入 因為你一旦如果誤入這個專用車道的話 可能就會被依道交條例45條 可能要處600到1800的罰款 就這個機會也要提醒我們 跟大家宣導一下 對 不要誤闖這個專用道的部分 是的 那我們剛剛聽到大隊長跟我們分析 包含這個公共安全的一個注意性 可是我們都知道台中市其實在治安上面的表現 是可以算是名列前茅是自由聲 不過民眾的觀感好像不是這樣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下一段我們再請大隊長來跟我們做個分析 先休息一下